2019年年底 人类发现了一颗美丽的彗星 令人诧异的是 今年3月这颗彗星突然变亮 同时也点亮了人们的好奇心 然而美国哈勃望暗星观测后 竟然证实了这颗彗星的陨落 也令诸多天文学家 以及天文暗号者们的心态裂开 相关报道也曾表示 哈勃太空望暗星为天文学家们提供了 迄今为止最清晰的 阿特拉斯彗星的解体图像 4月20日 哈勃望暗星观测到这颗柔弱的彗星 解体后大约形成了30块碎片 4月23日 哈勃望暗星分辨出了25块碎片 这颗彗星于2019年12月 由位于美国夏威夷的 小行星陆地撞击 最后警报系统的 阿特拉斯彗星机器人 天文测量系统首次发现 直到2020年3月中旬 它才迅速变亮 一期天文学家起初凭此做出预计 这个彗星很可能会在同年5月时 人们通过目测即可观测 从而成为过去20年以来 人类观测到的 最壮观的彗星之一 遗憾的是 阿特拉斯彗星却突然变得暗淡无光 天文学家们对此表示 这颗彗星的冰核很可能正在碎裂 甚至走向解体 业余天文学家何赛德魁罗斯 也陆续地证实了 阿特拉斯彗星碎裂的迹象 它于4月11日拍摄到3块 阿特拉斯彗星碎裂的碎块 根据哈勃太空晚金4月20日和23日 对阿特拉斯彗星解体的最新观测显示 这颗彗星破碎的碎片均被阳光滑阔的彗星尘埃尾巴覆盖 这些图像也进一步证实了 彗星碎裂可能十分常见 这一现象也很可能是彗星破碎 亦或是开始分裂 走向死亡的主要机制 使用哈勃晚金观测 阿特拉斯彗星两大团队之一的负责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大卫维杰特表示 彗星的外观在两天之内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以至于他们很难将这些数据进一步联系起来 当小伙伴们得知 阿特拉斯彗星分裂出的25至30块碎片 在阳光散射的彗星尘埃云中 并在2020年3月中旬以前 这颗于2019年12月底发现的 长周期彗星C2019Y4的亮度迅速增长后 人们预计阿特拉斯彗星在5月时 肉眼可及的美景也将随之破灭 你知道吗 此时阿特拉斯彗星正位于距离地球约 1.46亿公里以外的区域 不得不说 星系的存在也令人们感到异常兴奋 不少认为 这类天文活动十分不易观测 这是因为大部分彗星的碎片明显降暗 从而导致人们难以观察 还有人认为 这类规模的事件每10年仅发生1到2次 在他们看来 人类使用哈勃望远镜观测到 这颗生命垂微的彗星极具意义 研究人员对此表示 实际上哈勃望远镜的观测 恰好证实了彗星碎裂现象的普遍性 由于这类现象发生变化的速度较快 并且不可测 因此天文学家们也无法得吃彗星碎裂的具体名 人们根据哈勃望远镜记录下的图像表示 这些数据很可能会为彗星的解体提供崭新的线索 也令不少网友好奇 阿特拉斯彗星为什么会突然变成几十块碎片 这是因为人们发现2019年12月时 观察到的阿特拉斯彗星于2020年4月29日面临 临近太阳方向的区域快速飞行 这意味着它已经走向了飞蛾扑火的路上 值得注意的是 阿特拉斯彗星的灭亡并非源于它即将与太阳相撞 而是指这颗彗星自身已经完全瓦解 它碎成多块小碎片的原因可能性较多 其可能是彗星的结构相对来说较不稳定 当阿特拉斯彗星释放出大量物质时 由于这些挥发出来的气流 能够推动彗星进行旋转 当它旋转的速度抵达一定程度时 自身不稳定的结构 便会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分裂成更多碎片 从哈勃网近拍摄到的这批彗星的画面中 我们不难看出镜头前存在着大量的星线 2020年4月20日记录的画面中 至少存在了23颗碎片 在2020年4月25日的画面中 也显示了25块碎片 要知道 这些碎片虽然已经碎裂 但它们的尺寸相对来说依然较大 根据哈勃网近收集到的信息来看 最大的碎片可达200米 显然它的大小与人们熟悉的小行星的大小不相上下 幸运的是 这些彗星会在不断挥发的作用下变得越来越小 那么 接下来阿特拉斯彗星真的会闯入太阳的怀抱吗 或许部分网友会感到十分困惑 虽然这颗彗星已经瓦解破碎 但它们的飞行旅程还未完全停息 倘若这颗彗星依然保持着原定计划中的飞行方向继续前行 这颗彗星是否会因为侮辱太阳的怀抱 被瞬间融化呢 其实 一颗彗星撞击太阳的现象是有可能发生的 值得注意的是 彗星在与太阳碰出火花之前 就会被太阳融化蒸发殆尽 因此小伙伴们无需太过惊慌 因为相关数据已经表明 阿特拉斯彗星不会与太阳产生碰撞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